我們把它移除之後,很不容易回到森林 所以它代表就是會是很好林象的指標 這是我們目前有的結果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跟林木的一個差異 就是因為林木鼠跟山茶鼠的葉片很像 外型很像 所以我們是看它的那個中的有沒有上凸 那如果是上凸的話,它就是山茶鼠 那如果是下澳,就是林木鼠這樣子 我還記得有一次那個 就我在學生時代,就是我的指導老師叫謝長富老師 他很喜歡喝茶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會買很多茶葉 然後就有一次我們不知道是哪 應該是某一個學長吧 他就講了這個辨識的方法 他說山茶是中的上凸的 然後林木下凹的 然後那謝老師一聽啊 他就趕快去把它泡過的茶葉拿出來 搬出來看 因為他怕說會不會是有人用林木來冒充 林木也可以做茶嗎? 對,應該是不行啊 結果我們看真的是 所有的那個茶葉都是圖賣的這樣子 嘿嘿嘿 我是剛剛的那個蠻好的 那個就是凹跟凸不是我們用作用 可能看得出來 就是你要用手指頭去摳 如果你摳,它會凸起來那種感覺才是真的凸 我們剛剛好像也有摳耶